爆炸声中飞机被炸出个洞 头朝地直线下坠 惊悚电影场景竟是来自真实事件 南韩最新灾难电影《亡命集结》 改编1971年南韩震惊全球的解机事件 市值超过三亿新台币 由资深男星何正宇 饰演组织多谋副机长 吸收老牌演员程东义饰演的机长 对抗首次单纲反派的童星出身男演员 吕真九 华丽阵容未上眼先轰动 收音会上的安排更是震惊众人 收音会已经找来当年 劫机事件的空服人员和乘客 想减欢 五十年过去后 再度因为这场改编 所有人命运的意外见面 百感焦急 不惊热泪隐狂 看完电影后 五十年前的场景更是历历在目 不只有节机事件重现 南韩电影近来 还有多不让人期待的佳作上映 包含悬疑惊悚片《塔罗牌》 紧接着还有男性费洛蒙爆棚的南韩电影 逃走 上演脱北者与追兵之间惊险万分的故事 从勇猛感人的节机事件 到悬疑惊悚电影 还有刺激精彩的动作戏 这个夏天让粉丝们都相当期待 下期新闻 杨海车报道